HAPPY BIRTHDAY TO YOU 嗨,欢迎来到走火入魔 不知道今天你们入魔了没有呢? 2022年7月,机动战士高达,水星之魔女前众 这个短片一开播,就引起了高达界高度关注的话题 也是机动战士高达,水星之魔女 回向神话的开始 在水星之魔女前众里的主角肌,GUNDAM LIFT 在动画里有超精彩的表现 所以GUNDAM LIFT硬撞模型一退出市场,就立刻被抢空了 这GUNDAM LIFT在那段时间也是最难买和最缺迫的高达模型 由于现在水星之魔女的播放已经完结了 所以热度也慢慢下降了 加上万代积极的生产 所以现在GUNDAM LIFT已经很容易能买到了 好了,现在我们就把GUNDAM LIFT组起来 看看这沉浸的神话是一个怎样的作品 GUNDAM LIFT 设置完毕后,我就检查检查看一下哪里需要改造或修补。 过后,我就设计了这个GandamLifrit的改造套装,GandamLifrit果然是一个传说级的硬装罗形,所以需要修补或改造的地方也相对的少,因为本身宿主已经做得很不错了。 改装套件的使用方法很简单,只需要把零件剪下来,然后做少数的绣抹,就可以宿主起来,然后发现没有问题了,过后就可以上色而组装了。 免除了大量补土和刻线的时间,看了这影片的朋友,如果对这个改造套装有兴趣的话,可以在下方找到魔网店的链接购买,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 好了,完成上色了,那就准起来看看效果如何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Gandam Electric 果然是一款非常优秀的拼装模型 无论分身和细节 以HG1.144的CAA来说真的算是很优秀的 快当时退出的时候那么强手 可是现在Gandam Electric 已经祸源充足了 所以之前错过了等友 现在一定要把握机会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也请给like和关注一下 如果有朋友有打算直撞这个Gandam Electric的话 也不妨把这影片分享给他们 或许我这个改造套装对他们有用处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啦,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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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